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ppDraw是另一个有很大改变的地方 因为HTC终于都放弃了上下卷动的方式 在AppDraw里面,Sense 4.0,用左右卷动 可能是有些跟其他手机相似的地方 但是,模仪呢,比较多人是喜欢这样用的 顺应使用者的诉求,其实我们是挺欣赏的 在AppDraw里面,就没有了一个页簽的设计 除以待之,上面一个action bar,有搜寻 也有好像原生版本那样直接进去Play Store 那选单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 选单可以选排序和Sense 3.0一样 可以选择分享一个App 按了之后,就会整个list的App出来 另外呢,可以管理应用程式和编辑标签 标签呢,其实就和Sense 3.0一样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显示任何一个下卷或使用程式 只是有全部在这里,就会隐藏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取消了列表方式的显示 而当我们按下一个App的时候呢 同样地,是可以放出来主界面之外 也可以开Foda,那些 也可以选择直接解除安装都可以 那这件事呢,是和原生版本的Android 4.0一样的 再上第一题呢,就是当我们开完一个App的时候 例如,我们开完这个的时候 我们返回出去呢,是会直接显示这个App 而不是主界面 那对于常用不同App的朋友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来的